快點一下 線上的家人朋友們平安 我是夢幻Chu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主要要記錄我的炭缸鍋如何開鍋烤蘭 我覺得炭缸鍋是最適合煎肉的鍋 特別是牛排 愛吃牛排的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支炭缸鍋才不會遺憾 虽然用无涂层的铸铁锅也是不错 但用过炭钢锅煎牛排真的会回不去 效果真的是一级棒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也不是我发明的理论 真的是这样 今天就把炭钢锅从清洗到去风辣 如何开锅烤篮 如何正确使用一次全分享 这是买来从箱子取出的炭钢锅 出厂的锅子有一层风辣防锈 但我也太幸运了 拿到的新锅竟然有一小块有小小的生锈 但没关系正好可以让我分享怎么处理 我这一支是瑞典主厨秘密的炭钢锅 之前有分享过他家的中式制化铁锅 他家的这个炭钢锅也是非常有名 买锅有送刷子跟金刚刷 这支锅子整支的质感也是非常好 它的把手特色除了是不锈钢非常漂亮以外 高温加热之后隔热效果非常好 顶多只有微温一点都不烫 这个部分很厉害 我们先来处理掉锅子表面的风辣 直接烧一锅滚水 趁热冲它的锅子内外 每一个部分都要冲到哦 它的风辣非常非常的好去除 我用过其他厂牌的炭钢锅 那个风辣简直是难去的爆炸 这支风辣真的一烫就掉 因为出厂一定会有工业用油防锈 所以一定要用洗劫剂把表面彻底的洗干净 特别是我这支刚好有点锈 就直接用它附赠的金刚刷 很轻松就可以把锈给去除掉 未来如果不小心锅又生锈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就把这个锅子的锅里锅外彻底的洗干净 这个材质的锅子 使用过后会有刮痕或是变黑 都是正常的哦 而且它会越用越黑 甚至会有一些胶痕纹路都是非常正常的 接着就用清水把整个锅子内外彻底的冲洗干净 想再用金刚刷刷一次也是可以 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沥干水分 用毛巾或是布把锅彻底的擦干 一定要彻底擦干哦 这个锅子非常怕生锈 就是因为怕生锈 所以我们要在使用前做一个烤蓝的动作 高温其实就是要让铁氧化成四氧化三铁 烤蓝的蓝黑色就是四氧化三铁的颜色 常温下生锈生成的是三氧化二铁 简单的说蓝色就是表面的铁在高温下产生氧化物薄膜 所形成的物理结构色 这层薄膜有排列整齐的晶体结构 可以有效防止内层的铁进一步氧化 这样以后的铁锅在使用中比较不容易生锈 但还是尽量要保持干燥哦 因为只是比较不容易生锈 如果环境真的太潮湿 清洗过后水分还刻意不擦干的话 那还是会生锈的 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烤蓝的动作 烤蓝绝对不要怕 一鼓作气直接开大火 建议最好是用瓦斯炉直火加热 如果是用IH炉开 可能会比较不漂亮 很多人会直接付100块请厂商代开 但我很有实验精神 我就是要自己开看看 我是用缩时摄影哦 看起来很快速 实际的过程大概要花10分钟 烤蓝的蓝色真的很美 但烧蓝的过程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是我的瓦斯炉罐刚好全部都用完 因为只烧了锅底还没烧到锅边 叫Uber送来也怕中断 所以我直接决定换电桃炉来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蓝色只到了锅底的边缘 锅子边缘整圈都没有烧蓝 哎呀真的太可惜了 怎么就这么刚好 如果可以一鼓作气 我相信我这只可以烧得很漂亮 真的是哭哭 直接换成电桃炉继续烧 电桃炉的火力整个可能不太均匀哦 我用电桃炉的最大火力来加热 虽然锅边开始渐渐变蓝 但锅底又给它变色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个教训 瓦斯炉大火加热 中途绝对不要关火 然后锅底竟然出现了一点点的鹤斑 感觉好像不小心喷到了什么水 就让它产生了好像锈斑的东西 最后烤蓝的锅子就变成这个德性了 还好问了原厂 他说这样子还算是成功 只是因为中途火力更换 热度不一致 所以整个锅子的颜色变得比较多层次 但基本上还是成功 好力加载 那一点点的锈斑 最后我用金刚刷刷了一下 很轻松就刷掉了 大概等个十来分钟 让炭钢锅稍微降温 还有热度就可以直接上油 你可以用食用油或是动物性油脂 用厨房纸巾 把油脂均匀的涂抹在锅子的里里外外 这个不用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好像把脸上一层面霜的概念 这样子开锅烤蓝的动作就算完成了 如果觉得还是太油腻的话 甚至可以再拿一张干净的厨房纸巾 再把多余的油脂给擦干净 这样子炭钢锅就可以开始正式使用咯 炭钢锅跟铁锅的加热方式很像 想要达到不粘很简单 就是把锅子烧热烧到微微的冒烟 接着加入冷油让油温产生 甚至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冒烟 接着就可以下食材 先让食材造一层壳之后 食材就可以轻松在锅中滑动了 然后使用锅后清洗的方式也很简单 直接用温热的水或是冷水 不需要用洗洁剂哦 直接用棕刷铁刷金刚刷 把锅内的食物残渣刷洗掉 附赠的金刚刷很好用 如果过程中真的有不小心生锈的点 或是一些油渍斑块看了不顺眼的话 都可以用附赠的金刚刷来刷洗 但是说实话 炭钢锅就是会有使用的痕迹 甚至越用越黑 颜色会有不同的变化 但绝对会越用越好用越上手 但如果你硬是要把一些痕迹给刷洗掉 也不是不可以哦 你看我这边刻意刷一下 其实就干净很多 但记得只要用水清洗过 最后都要擦干然后上一点油 这样子你的锅子就会越痒越好 然后我最爱用炭钢锅来煎牛排了 用炭钢锅不用舒肥法 一样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牛排 有兴趣看如何煎牛排的 请留言加1 有兴趣这支炭钢锅又会团购的 请留言加2 之后开团时我再贴优惠连结给你 因为这支锅平时是原价没有优惠的 开团期间可以帮大家争取到85折 好啦 这个就是今天炭钢锅开锅烤蓝的分享 记得有空多回来看影片哦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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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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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